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年分馆推出古埃及沙草纸画特展电影及讲座 带领民众更深入认识古埃及文化 今天的新闻还要带大家一起来学台湾围 今年完成重组工程的新店14张历史建筑园区 在4月底时开放启用 搭配园区三栋历史建筑规划了三大主题展 开放的时间为周一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新年14张历史建筑园区 共有启文堂、立即工作以及文记堂等三栋历史建筑 早年为了配合新北捷运环状县 及中央新村北侧地区区段征收工程 而拆迁重组 109年开工 113年4月底启用 是新店首例文化资产拆迁重组工程 融合古今的建物让民众为之赞叹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它这边是新跟旧的结合 那建筑师是采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那我是觉得 它是有把旧的保留一些东西 掺进来 那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是很特殊 目前园区内三栋历史建筑 规划了三大主题展 其中启文堂为新店与流氏历史脉络展 介绍14张开垦发展历程 流氏家族历史脉络与公积 流氏家庙建筑特色等等 文记堂为新北市传统艺师工艺连展 展出炙古、炙墨、木雕、铜锣等 19位传统工艺保存者 匠心独具的工艺作品 更规划了手工锣与手工骨体验区 让民众能亲身感受传统工艺特色 另外在立即工作则邀请传统建筑彩绘 保存者庄武男艺师 展出数十件以农年为主题的精湛创作 作品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 因为他只是想把传统的艺师 换到这边来跟他一起相呼应 那这些古宝籍的艺师 他也希望是说能够吸引一些 对他有钟情的 因为他的人机都大了 这些作品是不是能够传递下来 十四张历史建筑园区免费开放参观 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 每月第一个周一修缘 更多的活动讯息 可以上新北市文化局官网查询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好茶展售会最终场活动 6月15号及16号这两天 将继续在平林区工所前广场举办 这次的活动总共分为五大主题 吃喝玩乐通通都有 平林区工所要邀请消费大众 利用这个周末假日到平林来逛市集 买好茶还有喝好茶以及玩力奖 享受这难得的假日时光 新北市春季包种茶产季到 从6月份起连续三个周末假日 都有新北好茶展售会 而最终场活动6月15号16号 将继续在平林区工所前广场举办 平林区长周庆珍表示 这次活动总共分成五大主题 包括市集 水岸游济活动 千人风茶等 吃喝玩乐通通都有 民众不要错过 我们有五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好茶市集 好茶一条街 我们有卖茶的 有吃的 吃喝玩乐都有 另外消费大众如果想要喝好茶 买好茶就赶紧来到春饮市集逛逛 其中在全国有机茶分类分级TAGS评鉴中 拿下全部七点特等输融的新北市有机运销合作社 这次也有涉摊 有机者主要栽种就是完全不采用任何化肥 然后所有的环境的污染 我们也都是尽可能的让它做到完全的污染 然后至于所有的检测 有一套国家所设定的SOP的流程来做检验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 今年制茶天货家因此包种茶茶汤澄清透亮 滋味甘醇且充满兰花茉莉花的清香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选购熊青叶包种茶 记者是明正门奇 平宁采访报导 夏季的绿竹笋口感清脆 味道是最鲜甜的 不过呢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吃到苦苦的绿竹笋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的新闻我们邀请专家 要来教观众朋友如何挑选好吃的绿竹笋 夏季是绿竹笋的产季 绿竹笋鲜甜爽脆的好滋味 常常让人吃了意犹未尽 不过好吃的绿竹笋究竟要如何挑选呢 专家就提供了简单的口诀 让消费大众可以轻松选购 那就是弯短胖不出轻 首先要选择像这种形状弯弯的 不要太直过长以及底部肥厚的竹笋 弯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那个笋肉 其实就会比较多 那如果比较大只的话 它的中间的那个笋肉也可以吃 食用的部位比较多 那也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清脆的这个口感 所以其实在挑选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口诀 比如说你要它弯 要它比较短 要比较胖 就是其他有没有 有时候在挑选的时候 要注意可以拿来做一些依据的这个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避免笋间呈现绿色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初青 初青表示竹笋已经长出土壤晒到太阳 吃起来就会有苦味 其实绿竹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如果初青的话 其实就会有一些苦味 所以我们第一个绿竹笋的这个 很主要的这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希望它其实是不要 就是尾端是不要轻的 它其实完全都是埋在土里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是属于一点浅色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食用起来的甜度也都会比较高 绿竹笋是低热量高纤维的食材 新鲜的绿竹笋不需要过度调味 只要煮汤或是凉拌就很美味 绝对是夏季餐桌上很棒的一道料理 记者陈平正门奇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6月份到8月份推出了艺术玩一下系列合同 首先在6月份登场的是古埃及沙潮纸画特展 展出了八幅绘制了古埃及神庙 还有陵墓的壁画浮雕 而另外还有电影和讲座 相关的资讯可以上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上查询 将古埃及神庙及陵墓的壁画浮雕 绘制在沙潮纸上 有着浓浓埃及风异国情调的沙潮纸画 是许多埃及游客必买的文创艺术品 而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从即日起到7月31号 也推出古埃及沙潮纸画特展 展出八幅由蔡景安小姐所收藏的画作 我现在展示的紫沙潮大概都放了二三十年 可是它颜色都没有变 而且韧性很好 就是它真的很值得保存 然后它是用那个紫沙潮的精 下去削片 然后晒干压扁 编织而成的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费工 那目前应该是世界上这种纸越来越少了 沙潮纸是运用尼罗河当地植物 紫沙潮制成 大约在西元前三千年 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 曾经一度失传 直到1962年才有了新的制法 延续至今 为了让社会大众对埃及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新年分馆也推出艺术玩一下系列活动 除了沙潮纸画特展 还将借由系列讲座及电影 带大家穿越古埃及五千年历史 我们新年分馆特别在今年夏天 也就是六七八三月 规划艺术玩一下系列活动 总共有四个主题 那我们先推出的就是 国埃及沙潮纸画的特展 还有系列的一些活动 那除了这个国埃及沙潮纸画之外 还有我们也跟中国摄影学会合作 然后也会举办三场的摄影的讲座 另外我们也邀请摄影师来馆内 会免费的为读者来拍摄阅读沙潮纸画 我们这一次三场讲座 主要大概是以少年图坦卡门的 这个领悟的发掘的相关的沙潮纸画 还有有关于我们古埃及来世哲学 还有亡灵书的这个哲学的一个说明 另外还有包括我们埃及艳后的一个故事 主要大概三场讲座会聚焦在这个上面 今年分馆表示 艺术玩一下系列活动 总共规划了四大主题 二十四场艺术活动 详细的内容 民众可以上新北势力图书馆官网查询 记者成品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 欧台湾威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当年来的台湾威 今天的技术是豆头 技术是天豆 豆兵 宽放逢 我们来看乐趣 你把菜的豆头啊 再来是熟语 12月感谢豆头甜 12月是感谢收成的区執 在11月对人开始在收成 到12月是最甜的 感谢的豆一定是糖分最高的所在 对买啊 豆头吃是越来越甜 这区的 用来形容 勉励人 穿苦求甜 少年打拼时 多少都会嘱嘱困难 是是在在经营每一步 吃到一定享受 豐富的成果哦 紧接着 让我们来看看 宝贝阿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新店十四张历史公园 6月1号开放细水区 规划有水及桶区 湘雨水尊道 水桌及水桶瀑布区等多项玩水设施 炎炎夏日欢迎民众来这里消暑一下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持续推动机车驾驶训练制度计划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并考取驾照者 补助每人训练费1300元 新北地区名额共计6200人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发挥绘画创作才艺 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办理第27届 爱在画中身心障碍者巡回画展 即艺术创作活动 详卡02-8985-7688 新北市立图书馆实定分馆 7月份每周三下午4点 开办百变歌仔细时定讲座 内容包括 拉内台湾歌谣艺术赏西 实定Monday 学博瓜等等 欢迎民众参加 详卡02-2663-1354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右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新店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